我想說你們仔細看喔 普丁在走路的時候 他們說從普丁走路的方向 還有他的姿勢當中 看得出來普丁身體健康有問題 有的人說仔細看喔 他走路的方式是 他可能要得失智症 要得帕金森失症 真假的啊 那個是一個運動的一個障礙專家 前段時間發表了這麼一個研究 他是觀察到普丁走路的時候 當時的時候他左手擺動比較大 左手會動 對啊 右手的話幾乎是沒有什麼在動 這樣子 他就認為說這個有沒有可能就是一個 所謂的帕金森症的一個 其實動不了的意思 其實動不了的一個徵兆這樣 就後來這個樣的一個說法 前段時間的時候大家還真的覺得有沒有 大家在擔心 因為普丁已經62歲了 他覺得說有沒有 你換帕金森症的話他就很慘了這樣 結果這個荷蘭就有一個 這個奈美亨大學的一個 神經員的一個教授 他說他在進一步也就發覺到有沒有 不是只有普丁這樣走路 是左手擺動 右手不動這樣子有沒有 結果他發覺他的總理也是這樣走路 普丁的總理也這樣 也是這樣走路 然後他在兩任前任的那個 國安部長也是這麼走路 如果這樣的話 他們在俄羅斯所有的高層 整個海料料有沒有 全部都在帕金森症嗎 不是這個樣子 他們發覺到一個情況 因為他們拿到一個 早期KGB的這樣子的一個訓練手冊 發覺到什麼呢 普丁在1975年到1990年的時候 當時他擔任KGB 而且還曾經當過KGB的領導人 他們發覺到什麼問題就是 KGB的訓練模式 就是他們走路的方式 因為他們的槍要不然就放在右邊 要不然就放在胸前 右手要隨時拿槍的意思 隨時的話 那個手的話 隨時準備 是的 隨時手就可能要拔槍這樣子 因為可能差個0.5秒就差很多了 當然就差很多 所以他們就變成 久了之後就養成這樣一個習慣 然後就變成人家走路的時候 左邊有沒有擺盪得比較大 左手擺盪比較大 右手的話 幾乎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在擺動這樣子 他們認為說這個有可能是 普丁走路的 為什麼跟人家不太一樣 你看我們畫面上看到的時候 有沒有發覺到 你看人家握手的時候 你會發覺 左手擺盪很大 右手幾乎就沒什麼在動 右手還要握手 對 還要握手 所以這個 你要說他是有這個帕金證的話 有點言之過早這樣子